手指线长偏水行手 也是典型的女人手 温柔敏感有艺术气息 手指细长饱满能享清福 只是食指剑缝隙 早不余钱 早年花费比较大 小指水行丘的剑钱财树文 财运不弱 但是训工正财味 有些杂文干扰 正财本质倒是有一些起伏不稳定 纹路来看 三大主线分开 特别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可开 是川长 川长人的格局开阔 有胆识有魄力 做事能够放得开手脚 立于事业闯头 但是川长人年轻的时候 有些任性和叛逆 脑线也是忽暗忽明 情绪阴晴不定 亦反复 这也反映在感情当中 亲密关系当中 有一些偏敏感 桃花旺 好在感情线小岛文 这些杂文都藏在下方 没有破坏整个感情线的文理格局 无大碍 脑线长是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凡事顾忧不及 脑线太长了 容易聪明反备 聪明误 有小聪明 没有大智慧 那么生命线在25岁之后 越发的深刻 这也和内侧的亲密关系线有关系 很早就心有所属 有情人成眷属 另外一半也是你的贵人 能护佑你在你的身旁 那么关系线初期 还是有一些小的横文干扰 说明来自家庭的阻力还是多 但是无大碍 整个巷里也没有破坏 好 好 感谢观看